DNF手游迷忘之塔47层 如何不让蜘蛛飞天 不用看运气 不用拖时间 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来 你就会发现 这层蜘蛛就是白给的 我们先来看面板 本期角色来自热心观众 晚星 装备基本都是平民装备 左面是一整套传承 亮点是这把加十三的 太刀月之光芒 其实想过47层 装备和抗魔根本不重要 只要方法对了 穿什么都能赢 首先开局先错位上buff 然后第一个细节 我们平A起手 接上条 再接怒气 然后再放无色技能 因为这个蜘蛛是有无色感应的 开局如果你用波然机起手 这个boss可能会直接飞天 所以这么开局 我们打起来是最稳的 这里无色技能可以都放一遍 但是大吸不能放 因为大吸要留在23秒 强控蜘蛛 蜘蛛第一次飞天 在25到27秒 所以你要在23到24秒之间 放出大吸 吸到27秒之后再松手 你这样控 蜘蛛是百分之百不会飞天的 注意 这里是一个细节机制 蜘蛛会在一些特性血量值 发出吼叫 并召唤白蜘蛛缠身 就像这样 第一次我们不必理会 直接打输出 第二次吼叫之后 必须立刻用 补梦之手 或者猎包眼打断他 否则boss将无法抓取 并且频繁飞天 我们这里演示一下 你看 第二次吼叫了 我们立刻用补梦之手 加猎包眼把它给吸起来 boss的第二次飞天 在50到52秒 所以我们在49秒放大吸 把它给吸到53秒之后 这样就可以成功打断飞天 至于它召唤的小蜘蛛 我们也不必理会 如果被抓到了 就快速挣扎 没被抓的话 就把它们连着boss一起打 boss的飞天是有规律的 侦探总结了一份飞天时间表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只要在这个时间点把它控住 它就根本飞不起来 比如说现在已经快到1分15秒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直接开吸 这蜘蛛瞬间一整个无语出了 它想要飞 却怎么也飞不高 只能在地上发出无能狂怒 我们解控之后 第一时间抓取它 这蜘蛛它向往蔚蓝的天空 如果你不挽留它 它肯定是要飞的 它的下一次起飞是1分40秒 在此之前 我们就用小技能循环打输出 这里就能看到太刀的优势了 真的非常的爽 这里我们被小蜘蛛缠住了 错过了飞天时间点 但是没有关系 立刻补梦之手 接猎包展 接一个大吸 这样三个抓取 延长了控制时间 我们这样三控合一 蜘蛛就算再想飞天 那也是无能为力 注意看它又一次吼叫了 我们直接贴脸 不小心被缠住了 依然没关系 立刻补梦之手 猎包展 不让它进入免抓状态 然后用AA上挑 AA鬼斩 不断打伤害 2分05秒 蜘蛛下次飞天 我们被控错过了 依然老方法 补梦之手 接猎包展 接上一个大吸 这可怜的蜘蛛 直接被我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想飞飞不了一点 有的朋友会问了 侦探 你对这一层怎么这么了解呀 咳 无他为手术尔 我在这一层打了至少800遍 来这里就像是回家一样 所以只要跟我认真学 这一层根本不是问题 蜘蛛要吼叫 我们眼急手快 跟上猎包展 立刻两段后跳 避开小蜘蛛 接上一个大吸 再次轻而易举的打断飞天 这里被小蜘蛛抓了 但是不要紧 我们一个怒气 送蜘蛛上天 立刻补上爆发之认和愤怒狂人 蜘蛛的好日子 马上就要到头了 利用太刀的高攻速 打持续压制 这就是太刀狂战 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我们更灵活 短短几秒之间 就能打出狂风暴雨的攻势 然后卡两分55秒 再次吸住蜘蛛 这时候觉醒也好了 真是天助我爷 我们直接把所有技能 全都往蜘蛛身上招呼 啊 这是 这是何等的求生欲望 虽然只剩了六管血 但还是想努力完成一次飞天 让我们给蜘蛛的求生意志 点个赞 然后一个觉醒 送他回家 最后希望这期攻略能够帮到你 我是神探 DNF十年精英玩家 红颜导师 期待你的关注